欢迎回来收看今天的阿胖有话说 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 公费旅游是明令禁止的 然而呢 兰西市上华街道两个村的31名村干部和一名街道干部 竟然啊置之不理 集体出游 在村民当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昨天当这31名干部游玩酒寨沟回到兰西之后 就有村民啊 向我们反映了这件事情 来看看今天记者在兰西上华街道 躁动狗村进行了暗访 村民说的 这不是理由吗 去考察不是理由 考察什么东西呢 去看看地震 酒再过去看地震 我想肯定说不过去了 几多年有的人 哪几个人呢 几多人呢 偏里的和祖人 偏里的和祖人是吧 谁带手牵手的 和祖人 是这里住的 是这里住的 不是村里住的 是这里的 一起去的 刚刚回来 昨天晚上回来的 昨天回来的 几天了 几天 安美人5000元计算 短短时间15万多元的旅游费就扔在了酒寨沟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开支 记者就不得而知了 想想啊 造洞口村和惠桥村实在是富的冒游了 那么村民们对此知情吗 村公式栏里有这样的记录吗 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2011年2月份的收支表 然后在此后面的月份呢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贴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公告栏上 他这里贴的呢 是2010年的农作物种植面积的这些公式表 但是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村里面的收支方面的一些表格贴在这里 那么按照规定 要每个月公式的村集体收入公式单据 为什么会不进行公式呢 记者采访了附近的村民 可是村民们对此三间取口不愿多说 对于为什么公式栏里没有对最近的村集体资金收支进行公式 来西市上华街道造洞口村 村党支部书记陈金富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吗 全都一个路程式的啊 一月十一次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二月份都不还有的 到后面都没有了 六五千六七六五 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这样每人耗费五千块钱集体旅游 难道真的是考察地震了吗 换一种说法 这个地震需要你去考察吗 这些村官们啊 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这样的出游是谁组织的呢 这笔巨额花费最终又是谁来买单的呢 我们将继续的追踪报道下去